井九空位林立仁本季首度交手前东家蒲源 赛前就感受到他心情异常兴奋 大部分时间都在跟老战友叙咒不练球 你这样对吗 也算是跟阿联在一起蛮久了 在一起 用在一起这个词好吗 就是我们从高中到现在也差不多十几年了 对啊 到高中毕业 大学毕业 然后职业队都一起 然后我是觉得每次洗澡都在一起也看腻了 所以也应该也差不多该分开了 毕竟他也结婚了 那不能再跟他老婆抢他了嘛 希望他他可以就是尽他的能力 然后帮就是带领他的金九然后赢球这样 然后也不要得太多分 对不对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很好射手 然后就是还是要祝福他 因为他去了金九 就是可能是那边空间来得比蒲源大 所以就是还是要祝福这样 过去在蒲源男人替补 现在来到金九获得更多上场空间 今晚对手又是最熟悉的好朋友 小力可是有很多愿望呢 所以想要在谁面前投三分 第一个应该是金榜吧 毕竟他是SBL大索 然后第二个绝对就是Q 因为我每次 以前在每次在球队面球的时候 我只要投三分都会被他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他比我还准 所以我也蛮想在他面前投三分的 基本上小力本来就有这个实力 那看了前提他 我觉得他自己可能还没有完成调整好 那我觉得我会一直把他摆在球场上 我也希望说他赶快能够找回 他往日三分球王的威力 到底这位昔日的三分球王 面对角色军团能否达到保总的要求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外调新闻财富报道